老花一开羊瓶子 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青苹果竹鱼 很多的话喜欢养那种官叶类的 不知道养什么 其实最好养的一个最容易入手的 就是这个青苹果竹鱼了 它的长势是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比较皮是好养的 但是有几个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很多话在养 冻快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已经冻伤了 不过还是有复发的一个可能性 复苏的一个可能性 好的话说老花一 我买不了你们家的花 你看到没 如果我给你发货也会这个样子 我也会赔钱的 所以说过两天 等到你们那边桃花开的时候 咱们都解禁了 好了 接下来咱们就给它收拾一下 其实也算是开箱了一次翻车了 年后的第一次翻车 像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已经出现冻伤了 大家能做的就是适当的一个修剪 先给它修剪一下 好浓重的一个塑料味 像大家在修剪竹鱼的时候 不要盲目的从根部修剪 你可以看到这个像万花筒状的一个这个吗 这种卷筒状的这个 如果你剪了它就不会再生出来叶子了 所以说大家剪的时候尽量往高处剪 先剪掉叶子 一个是避免伤流 就是说这个伤口会流水 这个水流的比较多的话 也是对植物来说是一种影响的 咱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剪掉就行了 先把这种叶子全部剪掉 没有办法了 这个只能等它反应过来之后 等它长的叶子比较好看了之后 再去给大家说一些养护 在这话 我们在买花的时候 现在还不要着急 我现在是在山东地区 在这话 我们也可以在耐心的等两天 至于这个东西 等它复苏了之后 我再给大家叨倒 现在这种情况 一旦出现冻伤了 你就把老叶子全部剪掉 加拿来能做的 就是放到一个光头 比较好一点的地方 让它去恢复 但是不要强光的猛晒 让它去慢慢的恢复升级 等到长起来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去分享这个 好了 然后第一次翻车 开一样的第一次翻车 就这么着了 老花一 养花最容易 来了